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庭的服务 家庭的奉心 欢迎收看今天的 《嘉联太平健康100分》 我是主持人Vivienne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重慧科专科医生 陈耀权先生 到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谈一谈 什么叫上腹肚 陈医生 你好 Vivienne 你好 你好 陈医生 其实我们常常都觉得 好像胃肚 肚肚 其实我们是怎样说的呢 首先我们的定义 上腹肚 就是我们肚臍以上的腹部 痛 最常见的很多人就是胃肚 我是觉得胃肚 胃肚可以在中间 可以在左上腹 望墙 不是 左上腹在这边 这是最常见的地方 也有人在中间 或者右上腹 也是很常见的 OK 这两种痛的可能性是不同的 那通常我们一肚 我们在家里也会有止痛的胃药吃 都是痛 所以其实我们会很紧张 其实是什么病呢 首先我们不用紧张 我们都可以在十二指腸 这个十二指腸有个绘扬 很多时是十二指腸绘扬 为什么我们会有绘扬呢 大致上有两大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一种叫 幽门螺旋菌 哇 经常都听过 是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吃很多那些 阿舌不灵 风湿药 引起 也都可能 如果我们在中间上腹痛 有可能是胆石的 OK 胆石的痛很多时是在中间的 上腹的 是 不一定是右边的 有时候在右上腹 有时候在中间 所以如果有时候是痛 不一定是胃 所以一定要找医生看一看 那除了胃痛 也不是这个病 胆石的监察局也不是 那我们还会做什么 有可能是食道 食道有胃酸 刺到的食道 也是很痛的 也是上腹痛的 那很多时候 未必是觉得有胃酸 OK 就是这里痛 有时候就食道 胃酸倒流 另外有一些就是 什么都找不到 什么都找不到 那很多时候 那个症状 我们就是 好像胃胀 胃不舒服 那这些就是 我们英文叫做 非溃洋性的胃痛 OK 那有很多原因 可能是那个腸胃 胃的一个 愚动的问题 俗称胃抽筋 胃脹 是 引起 那有时候是严重一点的 比如有时候 盲腸炎 都可以上腹痛 是 起初 然后才走到右下腹 OK 有时候是胃脏的问题 那些比较少见 那除了照胃镜 超声波 还有什么 去检查到 还有不同其他病呢 不是个个都一定要照胃镜 或者照胃镜 但是如果我们问了病人的病人的病历 了解之后 如果我们觉得有什么需要 我们当然跟他们照照胃 看一下有没有溃洋 看一下有没有幽门螺旋 看一下有没有吃到发炎 那么如果都没有了 我们又觉得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又做个超声波 超声波来照什么呢 是看一下胆 有没有胆石 OK 当然有些血要抽一抽 看一下那些肝功能怎么样 那你插入两样东西 它已经可以找到八成的原因 很多时候病人 有一些特别的 比如吃的东西 食物 有一些奶类 豆奶 或者豆类 有时候会影响到胃如动 胃气源 那我就要问清楚他 解决了这些问题 他就会痊愈的 OK 好啊 那好多谢今天陈医生 到我们的现场 对于胃痛 或者是否真的你是胃痛 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是否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呢 那我们很欢迎大家 继续收看我们的 《嘉联太平健康100分》 《嘉联太平健康100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